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统文化的魅力 再次掌声欢迎大家 这次你要表现一个大义凛然 咱就把这一段表演出来好不好 真的 这个其实真是 看你戏 记不住 这角色太小了 反正我记住了 就是对对对 你啥那样也就掩盘了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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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奄美年到底有什么危机 别来这这干嘛 这跟撕裂了给自己干嘛 别老来说说说说 有什么危机说出来 我们高兴高兴快 到这岁数 我估计您这危机啊 买不起车 买不起房 跟爱人感情上有裂痕了 你能别老一抽一抽 这什么呀这是 这什么表演的这是 都对 都对啊 都对 这岁数这三样全战了 都对 这都是能解决的问题 还有解决不了的 什么问题呀 人到中年 不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可 什么意思 说白了吧 没人崇拜我 没人崇拜你 没人崇拜你哥 别别别嚷 说到危机啊 这不同的年龄段 有不同的危机啊 像刘钊老师是中年危机啊 我们这个年轻人 中青年 中青年 中老年危机 中老年危机 我哥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 他那个订的养老院 可能是没床位了 真的 刘钊老师是有他的危机啊 我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危机 可能更多是来自于感情方面啊 那接下来我们二位 来自上海年轻人 要给我们带来一段 就和感情有关的作品 是不是 对 好 那接下来 舞台交给徐玉龙 萧冰两位 有请 感谢啊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我们两个是来自笑乐会的 上海来的 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认识一下 我叫徐玉龙 旁边这位叫做萧冰 是我 其实今天我们来到现场 看到各位其实很高兴 首先来说 咱们今天这位嘉宾 李斯伯李老师 李老师 我可喜欢他了 是吗 我老看伯格的节目 前段时间最火那个 人世间 大雄 是不是 大雄 人世间 说实话是一个悲情的一篇 说实话 看得特感动 是吗 但是伯格在里头 可以说是承担了整部剧的笑点 怎么还有笑点呢 出来了四回 被揍了三次 他是演了个沙袋吧 什么叫演沙袋呀 怎么出来就被揍啊 不是 伯格演的角色 就是那样 而且我听说了 伯格好像是这个东北人是吧 东北人 东北黑龙江的 要说到这儿呢 伯格咱太巧了 你也是东北人 我也是新疆的 这不挨的啊 不是 我是 我是新疆出来的 我去的第一个城市 就是黑龙江 我到那儿 我就感受到了 东北人太幽默了 是吗 首先东北什么最火 什么火呀 喜剧呀 说清楚了啊 东北喜剧最火 首先来说二人传 挺好 二人传特幽默 人一上来东北话 你一听 可好玩了 什么样啊 哎呀妈呀 各位你就瞅吧 既然这观众那是真多呀 是呢 这老话说的好 怎么说呀 那是人过流民 艳过流生 人不流民 不知张王李赵 艳过流生 不知春夏秋冬 只有那好观众 才有那好演员 没有那好观众 捧不出咱这好演员呢 哎呀 你瞅咱今天这观众 多好啊 一点鼓掌的都没有 哦 咱还要掌声啊 这一鼓掌 你不就看出来了吗 看出什么呀 各顶各不是一般人啊 是吗 你首先说咱的主持人 啊 英俊哥 哦 多英俊呢 是 哎呀 那真是吃的好 穿的好 身边的美女是BOT宝啊 可夸谁呢 这是 哎呀 这 评论姐真好看呐 哎呀 你瞅瞅 肤白貌美 大长腿 嗯 娶她绝对不后悔 是 平平玉丽 往那一坐 嗯 我都想要跟她过 好 你再瞅咱四伯哥 哎呀妈 四伯哥 你瞅四伯哥 这长得 多幽默呀 长得幽默 不是 这四伯哥 你瞅瞅啊 那真是天庭饱满 地隔方圆 那长得是又方又圆 哎 这是什么形象 哎 你再瞅旁边这位 啊 刘昭 刘老师啊 刘老师 你别看啊 岁数可能大点 年轻 怎么可能啊 年轻态啊 看着像四十来岁的 其实呢 其实他也就四十出头 哎 这不废话吗 不是很大 啊 但是你再瞅旁边这个 这个怎么了 他的搭档 啊 孙超啊 孙老师 你瞅这超哥多帅呀 啊 多精神啊 是吗 那真是 长得帅来又能吃苦 是一定能开上路虎 又能吃苦又努力 是指定能开法拉利 我是祝各位 祝各位是 即时即日即如风 风年风月如风 曾 这个增福 增路 登长寿 这个兽山 寿水 寿长城 生财生力 生贵子 这个子孝 孙贤代代 荣 荣华富贵 年年有 有财有势 有前程 好 哎 不是你这干嘛呀 旋一个 你是不是入错行了呀 不是 东北人就幽默呀 东北人还什么都会啊 当然了 相声演员嘛 什么都得会点 多才多艺 多才多艺有什么用啊 怎么没用啊 到现在还单身呢 单身哪无所谓 找个对象不完了 但是对象不是那么好找的 我这个人就是啊 心中有那么一个喜欢的女孩 有喜欢的 最近有一个非常疯狂的打算 你要干嘛呀 我打算要和我这个暗恋三年的女朋友 表白了 暗恋三年没表白 那就不叫女朋友啊 那是我没表白 我要去表白了 怎么办呢 那不 这什么意思 手拿把掐呀 我以为你抓螃蟹呢 抓螃蟹干嘛呀 你表白就表白呗 不是我去表白可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啊 我准备了非常宏大的表白场景 什么样说一说 首先啊 我会把他约到浪漫的土耳其 还出国呢 烤肉店门口 门口都不舍得让人进去啊 废话 进去不得花钱呀 表白还不舍得花钱呀 钱得用在刀刃上 用哪儿了呀 首先 我在门口铺满白色的花瓣 啊 再摆满白色的蜡烛 哎呦 再搭起白色的拱门 你这是搭灵堂来了吧 什么叫搭灵堂啊 这太白了 白色代表纯洁 倒也是 不光这样啊 我还请来他的亲朋好友 有谁啊 他的同学们 哦 闺蜜们 见证一下 以及他的前男友们 这姑娘三年没闲着吧 这人叫什么话呀 怎么还前男友们 我让他们过来见证我们俩的爱情 哦 见证一下 不光他的朋友 还有呢 我还请来我几个好兄弟 是吗 各位 我那几个好兄弟太帅了 什么样啊 紧身裤 嗯 豆腐鞋 嗯 而且还一人一亮 小鬼火 精神小火啊 把我们团团围住 在旁边还喊口号呢 什么口号啊 堂固堂固 懂堂固 摩滴啊 有那么几个来拉活的 不要那拉活的 啊 不要那拉活的 不是不是 你想想 哎 你幻想一下 怎么呢 这么浪漫的场景 哦 这么多亲朋好友 嗯 你如果是这个女孩 你会怎么想 我会想找个地缝 钻进去 你找地缝干嘛呀 这太尴尬了 这怎么 你表个白 你找那么些人干嘛呀 我不怕我一个人表白 他不同意吗 哦 怕一个人表白他不同意 嗯 人多了威胁他 威胁他干嘛呀 你找那么多没有用 人多好办事啊 不是 你表白就简简单单 嗯 你就你把它约到一个地方 嗯 写一封浪漫的情书 把所有的爱意 用文字表达 哦 就 一封情书 不就可以解决 都可以解决了呀 那是巧了呀 嗯 我也准备了呀 写情书了 当然了 这样 嗯 你当着大伙的面 你念一念 不是 情书 这比较私人的东西 这当着大伙念 你也别害羞 让大伙帮你听听 哪有问题吧 你改一改 哦 给我润润色 啊 哦 那太好了 来来来 行 那我先找着啊 哎呀 这多味啊 这得 先丑了 先丑了啊 嗯 那我就 开始 尊敬的徐玉龙先生 您的贷款已逾其三 啊 拿反了 这这个 这写哪了这是 至 我亲爱的 汤姆彼得罗夫 达瓦耶夫 阿纳尔姑里 德马西亚 阿兜根 加加布鲁根 你好 这什么破名啊 不是 混血 混血 德马西亚 加加布鲁根 都出来了 英雄联盟 混全皇啊 这怎么混一块的 这是 不是 什么名太难听了 人名就这样的 你别捣乱我 抒情的 听着别扭 听着真难受啊 这名啊 霍虎 以唱简称加加 你早简称不好嘛 亲爱的加加 请原谅我用书信的方式 向你呕吐心声 吐露心声 吓我一跳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见到你 我都四肢抽搐 浑身痙攣 肌肉震颤 全身麻木 你是不是踩电线上了 亲爱的加加 第一次 当着这么多人 被表白 我想你一定 很紧张吧 这就是踩电线上了 来你挪两步吧 要不 我有点紧张 你别紧张啊 继续啊 亲爱的加加 你被我的心偷走了 把 把 亲爱的加加 你把我的心 被你偷走了 没有 你就是把 亲爱的加加 你把 你被 你把我的背心偷走了 偷你背心干嘛呀 也不嫌脏是吗 那怎么说 你把我的心偷走了 你把我的心偷走了 对了 我听人说了 说什么呀 死亡的概率是100% 这不废话吗 终生后悔的概率是80% 这谁统计的 表白失败的概率是70% 两个人走到最后的概率是3% 彩票中奖的概率是110万分之一 好小啊 圆轴率是3.14159265 你来凑字来了吧 我的意思是 预见即是上上千 那你就写这句 预见即是上上千 亲爱的加加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吗 什么样啊 那时 正值寒冬六月 大雪纷飞 你是遇着豆鹅了吧 豆鹅干嘛呀 六月啊 腊月 寒冬腊月 寒冬腊月 腊肉纷飞 牛饿了 寒冬腊月 大雪纷飞 没有肉的事啊 寒冬腊月 大雪纷飞 对了 你和你的闺蜜 站在车站等车 我记得特别清楚 怎么记得 你的闺蜜留着一个双马尾 双马尾上绑着红色的蝴蝶结 穿着一套白色的萝莉塔 白色的长头袜 还有一双黑色的小皮鞋 你是看上她闺蜜了吧 看上闺蜜干嘛 你给谁写的信 给婷婷 不是那个佳佳呀 你能分听吗 我能分听 不好意思 给谁写的就描述谁 说佳佳 说佳佳 对了 不说婷婷 不说婷婷 那她闺蜜呢 闺蜜也不说 那多没意思呀 怎么挺遗憾是吧 就写佳佳是吧 就写佳佳就行了 佳佳 亲爱的佳佳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你上身穿了一个 似黑发灰的黑灰色外套 下身穿了一个似灰发黑的灰黑色裤子 这什么色啊 脚上还穿了一双布满泥土的黄胶鞋 这从工地出来的吧 最让我惊喜的 就是你戴了一个后现代主义风格的高密度巨蚀材质的白色圆顶帽 这就是工地出来的 还戴着安全帽呢 亲爱的佳佳 最让我沉沦的就是你的那颗瓜子脸 颗 你的那包瓜子脸 包也不对呀 你的那把瓜子脸 把也不行啊 你那把子脸 瓜呢 你那你瓜 怎么说怎么说 你那张瓜子脸 你那脏脏的瓜子脸 脏脏的呀 你那张瓜子脸 你那你那张瓜子脸 对了 你那大大的小眼睛 是大是小啊 一个大一个小 大小眼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还不准 让我沉沦 还有你那一嘴的小虎牙 这是个鲨鱼啊 满脸的美人质 那它能看吗 显得特别的可爱 哪可爱了 亲爱的佳佳 俗话说 眼睛是心灵的烟囱 窗户 烟囱看不见了 亲爱的佳佳 见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下定决心 什么决心 我未来的老婆 也得整成你这样 你这是表白吗 你就是我未来的老婆 你别闹 谁跟你闹了 什么意思 教你怎么写呢 你就是我未来的老婆 你就是我未来的老婆 亲爱的佳佳 虽然我现在没有车 没有房 没有存款 没有工作 没有耐心 可以了 行了不用说了 我还有好多没有的呢 不用说那么多 当你说到没有房的时候 你的表白就可以结束了 不是我虽然现在没有啊 但我以后肯定会有啊 是吗 我有一颗上进心啊 那也行 亲爱的佳佳 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亲爱的 你慢慢飞 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你直接唱出来多好啊 亲爱的 说什么有什么什么 怎么了 你这都歌词太水了 什么意思 有没有一点抒情的情话 我这后边全是抒情的呀 后边是吗 有啊 来 亲爱的佳佳 你是我安稳岁月里的节外生枝 怎么还是个意外啊 你是我平淡生活里的日月星辰 遇到你是故事的开始 走到底是人间的欢喜 挺好 我想陪你哭 陪你笑 陪你看日落 看星光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爱你 为什么呀 我说像鱼儿练着海 鸟儿练着天 像呼吸 不用练习 我想陪着你 一直到世界的尽头 走到铁岭去 走铁岭干嘛呀 世界尽头 我要表白了 表白吧 亲爱的婷婷 不是 亲爱的佳佳 你 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 请把这封信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当做我们爱情的见证 多浪漫 不过不愿意也没有关系 怎么办呢 请把这封信 介绍给你闺蜜 别说了 好 谢谢 谢谢 刚刚啊 这四伯爷还悄悄问我一个问题 说这个 他们是看着信的 还是背下来的 对 徐龙 你这个信上有字吗 这个 这算小丑吗这个 这其实不算小丑 自己有背下来 如果看的话 节奏 包括他眼神 他跟不上不一样 那我们这儿 我们考察一下 你背两句好不好 背两句 那我得看着平静节 你看我不在这儿了吗 现成的一个 婷婷姐 在我心中 你就是我的一切 你在我眼前的时候 一切是你 你不在眼前的时候 你便是一切 亲爱的婷 你不是把这些词都删了吗 不是 刚才那里没有 这几句 好 我们听你背的词 你俩过上了 这 啥玩意 你说这是 我这 你看看孙超急的 你有意见是吗 我有意见 我喜欢他 我给你 老板有意见了 那这个徐玉龙 你是不是平时 特擅长写情书 有试过写 但是那会儿还胖 那会儿胖的时候 递出去 就都没有机会 然后剪下来之后 佳佳到手了吗 佳佳没到手 但是平平可以考虑一下 哎呦 你俩上那边过去 这什么玩意 决定全在我这儿 都录像了 俩一个人 你家干啥呀这是 这都做的什么人啊 这都是 这个肖冰 他平时说话 就这么语无伦次吗 对 就这样 我们生活中喝酒 吃饭什么 他都这样 好吧 这个你看刚刚 这个徐龙 这个情书的展示 其实在我们舞台上 还有一堆年轻的演员 也是最近在我们天津 特别火的 就是这个 葛颖豪和李火炎一队 今天给我们带来 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其实带来的作品 属于是 是李火炎老师创作的作品 真的 就这个 那这作品不火都不行 这火炎创作肯定得火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 葛颖豪 李火炎 有请两位 谢谢啊 谢谢 简单的介绍一下 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葛颖豪 是他 站我旁边这位呢 我 就是我的搭档 叫李火炎 是我 首先名字起得很好 好吗 四个火 四个 寓意的是红红火火 好寓意啊 别看眼睛小 聪明 我挺聪明的 打小的聪明 是 小时候我们在块玩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主心骨 我 对 就我 那阵大伙知道 我们岁数小啊 在外边有时候跟人家 磕磕绊绊 有时候吵架呀 打架呀 小孩那这很正常 年轻气盛嘛 拌嘴嘛 对呀 那这要说外出打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这总指挥官 我得指挥他们 什么事都听人家的 我主心骨啊 有这么一回 对过三十多人 憋着打我们俩 咱俩也够欠了咱俩 心里很难受 三十多人了 过来之后 当时我问他了 我说兄弟咱一会怎么打 他说了句话 令我是至今难忘 我说什么 看我的眼色形式 这话没毛病啊 还没毛病 那天把我给打了呀 那怎么不打我呢 谁能欺负您这样呢 我哪样啊 您这不错 开玩笑 您别开玩笑 开玩笑 别往心里去 别往心里去 艺术水平比较高 那您捧了 不是捧啊 在座这些演员都知道 我们搭档 天天很努力 得努力啊 在这个艺术方面 特别上进 咱得学习 人送个外号 说是上进天良嘛 就是我 他就这样 您等会儿 那是骂我呢 谁骂你咱找的 就你 我多的骂你了 就上进就完了 求上进求发展 对 说像是传统艺术 对 传统艺术当中呢 还有很多这个姊妹艺术 有啊 对吧 我平时你看 我就研究 你研究 研究 姊妹艺术 咱能光说像是吗 随便举个例子 你说一个 戏法知道吗 戏法 知道吗 就那古彩戏法 古彩戏法 是过去法 这么叫 咱年轻人 咱得创新啊 什么意思 咱算点这个 小魔术 就您会魔术 太会了 没见过啊 你也没跟我们变过啊 没关系 今儿不来了吗 怎么呢 今儿来了 今儿我当着朋友 我展示展示 您给我们变一个 我来了 那行 可不可以 咱来点掌声吧各位 谢谢大伙 谢谢大伙 好 您给我们变一个 一会儿看变得好 大伙带鼓掌 行 别着急啊 先来一个非常简单的 小魔术 一会儿呢 我给你小刀拉你眼 这怎么讲 给你开开眼 我用你开呀 眼睛太小了 让你长长见识 行 您给我们变一个 咱先拿个道具 拿个道具 各位 这个魔术啊 其实挺简单 年轻人都会变 但不容易学 学比较 认识吗 认识啊 认识什么 这不塑料袋吗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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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买秋裤那塑料袋 那不还是塑料袋吗 两码事 你瞧瞧 你看这塑料袋有毛病吗 我看看啊 我检查检查 检查检查 我检查检查啊 还真没事 没问题吧 真是买秋裤的塑料袋 一会儿变这魔术叫什么名字呢 叫什么名字 叫 倍增之术 倍增之术 这名字又听得很深 所以啊 你看着吧 行行行 看着塑料袋了吗 看了 现在是这么大 看了 给团了 这么小了 小了 对吧 对对对对 接下来看啊 倍增之术这就来了 行行行 看啊 这东掉了吗 刚才 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这是魔术吗 这不我也会吗 大大大大大 这就叫现学现卖啊几位 我学了吗 多红傻子来了吗 多可恨 您以为你是什么 我是那傻子 开玩笑 逗你玩 你老开玩笑 您会魔术吗 到底 怎么不会啊 您这可不行啊 这个大大大大 咱有别的 咱有别的 我再换一个 换一个 我换一个 别着急 我再看看道具 我换一个 哎呦 这人道具够多的 哎 认识吗 我傻子 这不水吗 这不是 对呀 对呀 这是水啊 变什么 变什么 消失之树 又是消失之树了 消一会儿这水消失 没 让这水消失了 一会儿 您不是把这瓶子扔了吧 瓶子扔扔吗 当着大伙看水消失 瓶子还在 瓶子还在 对 哦 凭空消失 你以为 行行行 那这行 那这行 这行吗 这行 你 插三个数 就数三个数 哎 令子在你那 你插三个数 行行行 三个数这水消失了 哦 注意上眼看好了啊 就插就没了 插就没了 行行行 三个数来 预备 一二三 这不错呀 这个 哎 您送我 您把这个我变没了 明天吧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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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实在是喝不动了 怎么呢 不是 这不是 这太撑的 您不魔术吗 这是魔术 咱这魔术 废人啊 咱这魔术 您这太骗了 您这个 我不是骗你啊 非得让我拿着真本事呢 您有真本事吗 您不用摔啊 我拿道具去 您这道具是够多的 魔术变得不怎么地 有哪本书 这是这叫什么吗 什么呀 这叫什么 心灵感应之术 你老术术术的 哎呦 我不是吹啊 心灵感应 这书一会儿你拿好了 我拿好了 随便翻到第几页 你告诉我 第几行第几个字 我就知道那个字是什么 哦 我明白了 就是我这边随便翻 然后挑个字 您就知道这个字是什么 没错 您不看是吗 绝对不看 哦 而且咱俩得这样 背对背 主要是咱俩得感应上 哦 心灵感应 心灵感应 咱得贴上 贴上之后 我这感觉来了 哎呦 感应上了 就这意思 真的吗 你先贴上 你跟我贴上 咱试试 我先找找 我看咱俩有没有这个感应的感觉 我去看看啊 嗯 感应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连上了 哦 这就连上了 这就连上了 行 你来吧 那我就能挑了 对对对 你挑 行 我挑一个 我挑一个啊 你你挑 你你什么 你 我什么 你 你别 别别 别转过来 我不让你看对吧 对 您放心 我不是拖 总不让你看 对 你不能让我看见 我能挑了 可以了 开始了 这二十五页第三行第四个字 等会儿 哎 嗯 二十五页啊 哎哎 等会儿啊 哎大师 哎等会儿 我听怎么有声音呢 没有声音 它这个空调开得太大了 哦 二十五页是吧 对对对 第几行 第三行 第四 第第几个字 第四个字 第三行第四个字 对对对 这字 您感应到了吗 哎 感应到了 你别急啊 嗯 这这这这这念 大师 哎哎 您睡了是吗 不是睡了 你你 你看这字念什么 没有 我 我那时候 这字 哦 两本是吗 哎呦 哎呦 不是不是两本 两本书 没有 没有 您这是魔术吗 不是魔术 魔术 魔术 哪就魔术了 欲叫欲乐 这开玩笑的 您老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我今天我这样是 我的确 我现在也觉得 您够丢人的您 不是丢人 说下是为 主要是为娱乐嘛 您要不会就别说会 我前面这是铺垫 哦 又是铺垫 这叫铺垫 哦 铺垫 真正我变的魔术 能这么简单吗 哦 意思您真会 大变活人 哦 又改大型魔术了 活人消失之术 您到底叫什么呀 叫什么都行 意思懂吗 懂不懂 不懂 不懂吗 拿道具 又有个道具 哎呀 你们家是干百货的是吗 干什么百货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撑开来 撑开来 告诉你这叫什么 这不床单吗 这不是 床单干嘛 这叫袜单 哎呀 谁叫袜单 这么欢啊 今儿不是赶上 我没带你专业的来吗 这是对吗 救活救活就完了 拿这边 拿这就变 拿这个 大变活人 拿这一档 直接给我变没了 给你变没了 当然给我变没 能给你变没吗 就等于您就消失了 我自己变自己 咱会魔术 你哪会去 那行 这回是真的 绝对给我自己变没了 行行行 三个数啊 也是我数啊 也是你参 三数来 行行行 来 咱看看啊 来 一二三 哎 哎 导演 这灯怎么黑了导演 大师 大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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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警吧 大师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哎呀 哎 我觉得这么无厘头的这些个戏法 魔术 这谁的创意谁想出来的 就符合我的人设比较 就平时就这样 是吧 平时就这样 这个作品整体来讲就是火炎有一个什么样的创造力呢 就是他能把特别不可乐的事表演的就是更不可乐一些 嗯嗯嗯嗯嗯 这有表演的那间 还没表演的 那说到外人都比你演得好 知道吗 哎呦 对吧 这作品属于喻无声处听惊雷啊 没包衣能找出包衣来啊 对咯 好 那这个 接下来我觉得思博该泥忐忑了啊 这个真正的跨界就要开始 现在心跳有一百八没有 我摸一下啊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刘昭你好好听吧 这段可不错啊 接下来舞台交给思博 孙超 有请两位 好 大家好 我是演员思博 站在我旁边这位啊 我 是相声演员孙超 是我呀 我好兄弟 今天特意过来给我捧根来了 那没错 超 愿意给我捧根吗 别上来给我弄这么暧昧 行不行 就正常说我能接受啊 能吗 能接受能接受 说明咱俩关系好 这话没错 他们不知道咱俩的交情 您给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说一说 我跟超这交情啊 话说出来 那就尝了去了 那简单的说一说没关系 他们都知道咱们俩是老乡 这对 黑龙江人 是是 二十年前 怎么样啊 我们俩压根就不认识 对了 不认识啊 这不就是十年前吗 十年前怎么样啊 没什么交际啊 对 自从来了北京之后 那就不一样了 没听说过你 好 说白言不认识就 挡不住缘分啊 是 我这演员也有废话 兄弟 那天 就那天 巧了 怎么了 我跟超通过相声 哎 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您瞧瞧 他要不说这相声 我以为我开网约车拉过他呢 你知道 咱俩 昨天 这不是刚认识吗 昨天就刚认识 说半天刚认识 您瞧瞧啊 刚认识咱俩就上来说相声了 说明咱俩有缘分 说明咱关系好 哎 超 兄弟 哎 愿意给我捧干吗 这干嘛这是 我愿意 咱别老这拧 成不成啊 愿意 啊 愿意啊 听听这回答 我愿意 我愿意 多了 多浪漫的回答 什么 浪漫呀 老师您觉得您配跟我聊浪漫吗 就您在荧幕上速到那些角色 各位不知道跟你们说说啊 杨天柱 哎 是我 铁大壮 啊 从大宝 于老三 就没一个正经名是吧 您的名听着就浪漫 你知道吗 不是来说给我化妆了 啊 化妆跟化妆没关系 看着就土 知道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觉得我这形象 啊 这这不行是吧 对啊 这怨我了怨我了 没办法 咱咱咱换一个 那我 那我说什么呢 换一方式 换一方式可以 你想象一下 环境 世界末日的最后一天 世界末日 对了 世界末日了 山崩地裂 好 火山喷发 哎呀 你的女神问你 我女神啊 川儿 哎 愿娶我 你怎么回答 我觉得就是这时候吧 咱俩应该先想个办法逃生 你知道吗 什么呀 逃什么生啊 不许得逃生 世界末日才想起这个来啊 哎呀 恶劣的环境下 更凸显着浪漫 那不成 给我们俩找一个平淡的一天 怎么样啊 平淡 平淡一天 我想象一下平淡一天 对了 平平淡淡的一天 哎 马路上 哎 这好 山崩地裂 火山喷发 那不还世界末日吗 那个 那不老有这个 平淡一点不行吗 我们俩 我们俩上沙滩行不行啊 沙滩 海边沙滩 海边多好啊 椰子树下 哎 对对对 大椰子 海啸一来 海啸 山崩地裂 行了 您打住吧 您是特想拍那种 世界末日的戏吗 您瞧 您的脸长得 就跟那灾后重建 要我了 要我了 你别老弄这个知道吗 这平淡 平平淡淡一天 平淡的简简单单就完了 你女朋友问你 哎 心爱的女神问你 啊 问我了 你愿意娶我吗 那我愿意啊 愿意 啊 我愿意 这我们俩多浪漫 我愿意啊 沙 啊 愿意为我 啊 拒绝千金小姐的追求吗 我愿意啊 只要你跟我谁都不行 沙 愿意为我 拒绝家族过益的财产吗 我愿意 咱俩过我和她断绝关系 咱俩就 超 愿意为我 变卖自己的房产 不 我不愿意 妈呀 几个亿都不要 那她破房子 你至于吗 我真有房 真有 我真有房 那拙续那边卖了 可谁住的那个 你太现实了 那不是现实 那该说不愿意就不愿意 你关键的时刻 还得说我愿意 我没听说 什么时候必须得说呀 结婚典礼 你就得说呀 结婚典礼 结婚 典礼 典礼怎么了 我想一下啊 结婚典礼怎么了 有了 结婚典礼上 你这不得有主持人呢 他在这呢 谁呀 邱文俊 邱文俊现在还主持婚礼呢 哎呦 思活思活 思活不让活 主持人出于主持婚礼去了 思活 主持人 跟你说 您愿意娶对面这位女士吗 无论她是贫穷还是富贵 对 健康或者疾病 对 即使你们两个 现在因为买卖二手房 而暂时的离婚 不是 她去跟别人结婚 您打击 然后她再跟你复婚 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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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就不要自嗨了 我天哪 干嘛 这邱文俊还当过房产中介 是怎么着 你别管他当过什么 人家问你 你就得说我愿意 这就得说我愿意 啊 啊 这我还真不了解 你瞧瞧 我觉得我愿意 就不能多说 那你说什么呀 比如说 你得说N的 是吧 N的干嘛呀 你东北人就知道N的 你跟他一样 你再旋一个是吧 我再旋一个 你瞧瞧 他还什么节目都记着 不是这说个我愿意 就浪漫了 当然了 古人有云 怎么说的呀 啊 我愿意为你 放足天际 只要你拿真心 与我相应 哎哟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为你 这什么毛病这是 这哪有个老人胳膊的那个啊 我其实就是举例说明啊 我想告诉你 在生活当中 你多带点我愿意 它显着浪漫 哦 你就得说我愿意 就得说我愿意 对 我觉得不应该说 拿我举例的吧 小时候我爸老问我 儿子呀 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呀 你上学也不认真 你说你这是干嘛呀 然后你怎么说 我 我愿意 你爸呢 我爸打我三天 该 老师来劝我爸爸说 哎呀 哎呀 孙超爸爸不能这么打呀 快把那个棍子撂下 来 我来吧 你说你得多遭恨 遭恨干嘛 你不让我说 多说我愿意吗 小时候跟成年人不一样 怎么讲啊 哎 成年人长大了以后啊 他被动的情况下 也会说很多我愿意 被动还得说我愿意 那我不相信啊 不相信 你老板 问你 川儿 这碗值班啊 我不 想好了再说 你女朋友问你 川儿 你要愿意的话 那要个三拍 我不 哎 想好了再说 你那兄弟 跟你说了 川儿 手头上挤 挤有点钱 我不 你想好了再说 我是挺被动 您说这个啊 所以当兄弟的劝你 成年人 即使受了再大的委屈 怎么样 你也要把这句话 给说出来 我愿意 不 拒绝 说半天教我一个拒绝 生活当中很多人说 你愿意吗 问我的时候 他不是在问你是同意 还是不同意 那他其实的意思 是给你一个台阶下 给我台阶下 问我愿意吗 是给台阶下 对啊 我不相信 不相信 想想小时候 小时候怎么了 你妈是不是问你 我妈问我什么 川儿啊 中午吃饺子 妈给你包饺子 愿意吃吗 我不 我不愿意吃啊 对了 太好了 我不包了 不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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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了呗 吃别的 省事以后再不问你 刚才这一下 我妈利用了假打的技巧 你看看 不问我了 不问我咱家那吃什么呢 吃什么 你愿意吃什么 你自己做什么 我自己做呀 你要不自己做这样 你点外卖 点外卖 下馆子 那不行 有钱吗 我没有钱 没钱 妈给我钱 妈给你 那行 那你就给我钱 妈 这个杂串吃 对喽 就吃那杂串 吃杂串 过瘾 是 你别今儿试啊 明天你也吃杂串 明天也能吃 天天吃杂串 吃完炸的 吃火烤的 什么埋态吃什么 吃一身病 你再给我回来 那你要这么说 那不吃了呗 那不吃了 所以儿子 当妈的跟你说 你现在是吃香的喝辣 我吃香是喝辣的 还是富贵 健康或是疾病 即使你们俩因为买卖二手房 而暂时的离婚 他去跟别人结婚 再复婚 然后再离婚 再结婚 再复婚 再离婚 你打住我 这是我妈呀 英俊 我去你的 好 谢谢两位 来 我们到台中 我觉得斯伯可以啊 可以 这么想到你说下 还真的是有天赋啊 不是 这一身汗 还得感谢这个搭档 刘钊感觉怎么样啊 我感觉孙超啊 这个跟斯伯老师合作呀 你跟我合作 他兴奋 是啊 他叫男友的亢奋 哎呀 哎呦 主要是年轻 哈哈哈哈 哎 哎呀 我说什么 我觉得刘钊说的特别对 因为拿我来讲 我还是比较喜欢 和专业的演员一起表演 哈哈哈哈 好吧 这个我觉得今天 这个斯伯来了 我们这现场 跟我们带来特别多的欢乐啊 对对 谢谢 谢谢斯伯 也感谢各位下场演员 谢谢 当然最后呢 还要感谢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收看我们本期情分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